我覺得今天這個記者會現在 我覺得我們有點上重圈套的感覺 怎麼說 你記不記得我們每一年 週年的記者會 我們都要求說我們明年的 這個七週年 八週年 九週年 就明年的下一次生日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讓大家玩得開心一點 不要那麼辛苦 不要那麼累 輕鬆 結果八週年呢 還是說了一個是 因為我們是公益 你們呢要賺什麼的公益獎金 所以我們五個就很平 為了那個公益 那個捐獻金的 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 就是念書啊 都會捨不得先 哦 念書還好啦 就是小孩長大了嘛 那他們去讀書當然就是 當然是很開心 他們能夠有新的發展跟成長 但捨不得的是說 因為家裡的整個氛圍會改變 因為一直都是四個人嘛 這麼多年 那少了一個姊姊出去了 跟弟弟在家 大家變成吃完飯了之後 以前姊姊都會雞力刮辣的聊天 然後現在生兒子了 兒子吃完飯說 好了 吃完了 我進房間囉 然後就進去了 可是樂樂 可是樂樂說你都聊一樣的話題很無聊 對 因為 我女兒都打來 然後打來了以後她就說 她就說 爸爸我們今天可以聊久一點嗎 我說好 十五分鐘 然後她就說好 然後我們一聊每次都聊一個多小時以上 因為她不願意掛電話 她說她在那邊好無聊 然後她想要找人聊天 所以我們就要每天陪她講一兩個小時的電話 然後就一直講 第一天很開心 第二天很開心 一個禮拜之後就說 好煩喔 你可不可以讓我掛電話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 還好 還好 因為她還有我 我還是可以在她旁邊鬥她開心的 對 他那邊有更open的那種 那邊很冷 我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對 他們在差不多 九月的時候就已經剩下十幾度了 所以都穿得很疼很疼 包得很緊 我個人還蠻開心的 夏天我就把她接回來了 然後男友這件事情你有開放嗎 他現在已經十八歲啦 所以他如果要教的話就做 不要告訴你 對 就一定要帶回來 爸爸幫你看 因為爸爸越人武術 因為他教外國人也OK 我說他問我這個問題 他說如果有一天帶回來是黑人 他這麼終於梗嗎 我說很讚耶 因為我很喜歡啊 我一直覺得就是很酷這樣子 就是他們都很帥 然後肌肉 尤其黑人男生 肌肉很結實這樣 我說如果你的 我說爸爸真的是都OK 只要他對你好 對 我說這個這部分 我都覺得沒問題 外國人多好 你今天把那個學費啊 這個學費很貴 還好啊 就差不多 對 差不多是一年 大概很多 不錯 學費跟生活費抓大概差不多200 左右吧 對 一年 一年一年 學費跟生活費加起來大概就賺這個 一般留學大概就差不多了費用 對